11月14号的凌晨 演员张震也在微博宣布 我要结婚了 准新娘的不是别人 就是默默守候在她身边的女助理 庄文如这个堪称灰姑娘的逆袭 不知道你看完这条消息之后 电视机前会不会有一些喜欢她的女观众 觉得接下来如果改行的话 就去当自己喜欢的男艺人的助理 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我们结婚了 11月14日凌晨一点 张震在其个人微博 发布一张未婚妻侧脸美照 并宣布了自己的婚讯 准新娘虽秀发遮面 头纱仍隐约可见 无疑就是婚纱照了 昔日红颜舒淇也在微博大送祝福 一世幸福 据了解张震与准新娘 也于近日办理结婚登记 交易北月18日 在台北某电影院举办婚礼 张震所属的泽东电影公司老板王家卫 同门梁朝伟刘嘉玲 均已确定捧场 李安张子怡侯孝贤等大咖 也都有口头应韵 星光阴影唯美喜悦 过去说起张震 总说她是情场浪子 如今浪子也找到了安定的港湾 这个让张震准备厮绍一生的人 不是公主 不是女神 而是默默守候张震身边 四年的前任助理庄文如 从女助理到张太太 庄文如贴心扮演着背后的女人 也完成自己灰姑娘的逆袭 吻得住男神 搞得定家人 分享得了甜蜜 经历得了风雨 算得上灰姑娘逆袭宝典 因为类似的爱情童话 在娱乐圈也并非偶然事件 女助理陈英雪 比古巨鸡年长四岁 为了不影响男友的偶像形象 始终无怨无悔在幕后付出 事无巨弃地照顾古巨鸡 十四年来两人最终发现 谁也离不开谁 就这样 一段明星与助理之间的练曲 普成佳话 如今年过花甲的钟振涛 同样在对的时间 遇到了对的人 曾经的女助理范姜素贞 陪伴她度过了人生中 最艰难的时光 2002年钟振涛宣布破产 同时也宣布结束和前妻 张晓慧的婚姻 欠债两亿 把钟振涛推入了谷底 剧情风光不在 范姜却始终不离不弃 更是将钟振涛 与前妻的两个孩子 视如己出 此后范姜又为钟振涛 生下两个孩子 四口之家十分幸福 其实纵观这些灰姑娘 无论从幕后走到台前 亦或从人群中 走到她的身边 十年一日 金手如初 永远是快节奏的 娱乐圈中 红定的法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